欢迎来到时事大家谈节目 中共十八大前的最后一次 中央全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将彻底终结薄熙来的政治生命 为日后对他判刑铺平道路 薄王案件以及今年以来 中共高层官员家产和丑闻的频频曝光 使得十八大注定成为中共数十年来 比较残酷的一次权力交接 今天我们就请专家来讨论围绕 中共权力交接所发生的权力斗争等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在VOA卫视的演播室里参加访谈 那么原定通过视频加入我们讨论的 明镜出版社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由于纽约现在仍然在停电 所以他今天通过电话视频连线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欢迎观众朋友们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讨论 海涛 我们先来由您来回答我的问题 好的 现在中共宣布召开十七届七中全会 由于这次全会是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的最后一次的中央全会 所以它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那么海涛对于你来说 你认为这次全会传出的最重要的讯息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信息呢由于它有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刚才你提到 在11月8号中共要开那个十八大 这个这是在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今天11月1号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 这个全会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因为这个在这个9月的下旬 9月底呢中共曾经登出了一个通知 通过新华社来发出了这么一个通告 通告什么呢 就是通告中共十八大要在11月8号召开 同时还通告中共的这个十七届七中全会 要在11月1号召开 那么那个通告呢最后有一句话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说这个十七届七中全会呢 要追认中共前一段时期 对薄熙来问题的这个处理结果 比方说薄熙来在4月被这个停止了 政治局的这个委员的职务 停止了四川 停止了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 那么又在这个9月份又被开除了党职 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 就是所谓双开吧 那么在这一切处理决定 行政处理决定也好 党籍处分决定也好 都要在11月1号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上 来得到确认和是追认 所以它这个这一点呢 引起了许多海内外的观察人士的关注 好的 那么除了薄熙来案件之外呢 18大的人事布局呢 好像一直就是外界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 那么我们都知道 最近外界呢 对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的这个 不断地在更新和变化 这个人选民呢 当然都是外界的猜测了 何平先生对这个问题呢 有很多研究 他有很多研究 那么纽约的何平先生 我想请问 十七届七中全会 在这方面透露出什么讯息 您对这个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最新人选布局 您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何平先生 我认为七中全会已经是一个 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会了 这个会议如果一召开的话 意味着我们胡锦涛和温家报 在过去十年 什么事都没有做 那么只是在行之上 他们给予这个之前的 所谓的不写的事情一个背书 那么为十八大的召开 做某一些日本性的工作 但是这些事情都已经 全部在这个政治的元老们 政治的大老们的认读之下完成了 已经就是说 所谓的七中全会 只是一个形式上的 一个讨论的结果而已 那么对于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名单 我们仍然是这个坚持 在一两个星期以前 在美国直言所讲的 也就是七个政治局常委的名单 那么现在呢 这个名单 这个还是遇到了一些 不同的这个看法 最主要的就是李云潮 是不是这个日常的问题 郁振胜是不是这个日常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名单 还有汪洋 今天又加上汪洋 金融时报又加上了汪洋 那我在这边 继续重复一下 我们对这方面的这个 搜集的信息 以及我们对信息所组织的 一个最后的判断 那就是说呢 这个七个人的名单是 这个习近平 李克强 然后前国人大委员长 这个张对江 那么他是不是爬的第二位 第三位 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 按照传统来讲 我们相信他 他第二位的可能性比较大 然后前国政协主席 是余振胜 原来担任这个职位的 可能性是这个王岐山 现在我们认为是 这个余振胜可能性更大 然后下面是刘仁山 担任中央书记 是常务书记 然后是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 将由天津市委书记 现在的天津市委书记 张国立担任 最后一位 第七位是这个王岐山 他将会担任中纪委书记 王岐山 所以我们这个名单 希望在这个一两个星期以后 得到某种程度的硬件 好的 看来一个多星期之后 我们外界的猜测 就全部要揭晓了 那么这一次呢 实际上 这一次中共的权力交界呢 是权力斗争这方面 表现的是比较残酷的一次 我们知道 博王案件 另计划儿子的 儿子的这个飙车的这个丑闻 还有一系列 中共高层官员的 这个巨额家产的 这个不断的曝光 另外呢 还有江泽民啊 李鹏啊 朱镕基 等这个老一代领导人 也平平露面 这一切呢 似乎都标志着 就是这次 十八大的中共权力交界呢 是数十年来 就是中共权力斗争 比较残酷 比较激烈的一次 海涛 你是不是这样看 我认为这个 说到他比较激烈也好 说是 如果说他比较残酷也好 那么我们还有 要看前面的例子 有先例可循 比方说 76年打倒四人帮 然后那个 到80年 把四人帮全部宣判 而且还连带了 所有的林彪集团的那些人 那么这一次路线斗争 要以这个形式宣判 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之刑 来这个来看的话 那么他的那个 上一次的那个残酷性 要远远高于这次 那么如果现在说 这次倒了一个 政治局委员薄熙来 就是说他比较残酷的话 那么我们还有两次 比方说陈希同 90年代陈希同 然后2000年代的陈良宇案 那两次 那两位政治局员都判了刑 如果判了刑 才能说他残酷的话 那么这次薄熙来 还没有判刑 很多人估计就是说 薄熙来的判刑 要等到18大之后 所以说 从这个各方面来看 如果只是以薄熙来下台 来就能断定他是 最残酷的一次 我们还有待商榷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比方说令计划的儿子问题 诸多的元老 都在最近频频露面的问题 这些都不能说明 这是说明他18大的斗争 非常这个激烈或者残酷 他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 只是说明了 在这个可能上升到 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人 的一些人当中 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包括最近对李克强 所谓家族的财产问题 或者任职问题的报道 等等这些 这都不足以说明 中共高层的 我个人认为 都不足以说明 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到了什么样的尖锐 和复杂的地步 和平可以发表你的看法 好的 我们来听听和平先生的意见 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和平先生 首先这个主持人说的是 近几十年 我觉得还是应该跟这个 四安党时期 毛泽东的好奇 有一个划分 现在如果说 郑家平 十年以来 1989年以来 这一次的这个党败 就会 五年是 这个 挣脱的最激烈的一次 五年是最惨烈的一次 那么一个政治主委员 这个薄写来的处理 他的重要意义 他的影响的面 他的波及面 他长远的这个意义 都远远要超过 这个上海的市委书记 产量宇和前面的 这个北京市委书记 这个陈其同事情 这个大家应该是 没有任何这个意义的 第二个就是 最重要的这个 董书记的目的长 中央办公厅的 主任命迹化的 巨大的丑闻 我们正在这个 进行不断的 这个揭露之中 今天我们还开始 发表一篇很长篇的 教授报告 关于这个定计划的 实际上他这个 丑闻的这个影响面 这个也是跟 这个18-19 明天相关 就是为了 争托这个政治的常委 所以为了 保持这个政治的常委 争托的这个 可能性 他的儿子 这个出来拆货 他的想定一切办法 这个掩盖这个真相 而且呢 他这个擅自 调动了 这个巴桑斯业部队 也就是现在的 这个中央警卫局 那里呢 三个副市长 去威胁这个 北京市公安局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孩子 有可能是政治谋杀 那么后来 明天话很快就 我们揭露完了以后 几个月以后 他的这个情况被 一步一步被证实 那么他 他被贬到了 这个统战部的 这个部长职位 而且几乎没有任何 几乎没有可能性 成为政治局的这个委员 而且还有我们在 10月9号 爆出了一个 大家 实际上 这很多人的 很难相信的 这个李渊潮 原来他的形象 比较清醒 而且一时 负责这个组织工作 来到了团判 和他的党判的 两判人的这个认可 那么他这一次 突然 我们在 10月9号 发布的消息说 他几乎不可能 避充 这个大概是 非常猥琐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根本的一条 就是中共的 这个贼力支持 根本就没有 建立起来 没有任何规则可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现在 中国的权力斗争 不是体制内的保守派 或者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而是各个财团 各个这个 这个 这个财富 党的这个势力 在后面 就有九个 所以在造成这个 这个 党内的权力斗争的 复杂性 是在竞技 比十年来最高的 最高 更重要的是 现在很多元老 比过这个 中国元老身体还要好 他们干预政治的能力 更强 所以超整 十八大事情 非常纷乱 是的 所以这一切呢 显得这个 十八大的 权力交接的这个局面呢 显得有点 错综复杂 那么现在还有 我想进一步提一个问题 就是有外界舆论认为呢 好像外国媒体 在一定程度上呢 这一次 也参与了中共 高层权力的这个斗争 他们的论据呢 就是无论是 博王案件 还是温家宝 习近平啊 李克强啊 等这些这个家庭财富 曝光的这些例子 似乎呢 都有某种势力 在背后味料 所以呢 有些媒体得到了 这种这个味料之后呢 才得到曝光 这种消息 是不是属实 那海涛 你的看法 因为我这个 很难说它是不是属实 或者是不属实 那么这种就是 西方对中国的一些报道 无论是英文媒体报道 或是中文媒体的报道 只要你涉及到 中共高层的一些 敏感的一些问题 那么 总会有人批评说 你这是在这个 干涉中国的这个内政 或者你这是在 挖中国这个干部 或者挖中国高层的墙角 就总会有一些负面批评 如果这次 不是纽约时报报出来 如果假如是金融时报 报出来 假如是独卖新闻 朝日新闻报出来 那么同样的就是 批评还会是从 会从一些 或者中国某些这个 人士当中 或者海外某些人 发出来 就是说 中国那么多问题 比方说你这回 你报了这个 温家宝的问题 他就会说 还有就是说 为什么李鹏家族有问题 李小林 那么做那么大的 职位那么大的官 出门都是穿金带银 为什么你们不报他 就总会有人说 你们在 只要你们报到 中共高层这些领导人 你们就是在 以某种方式 影响或者参与 中国的政治 那么就是 不能说你这个 在里头 中国有句 民间有句话叫 叫穷角 或者就是说 你不在这个 你不是当事人 你不应该参加到 这个中国的政治党中去 好的 那么何平先生 你怎么看 就是说 外国媒体 在这次 中共权力斗争当中的作用呢 何平先生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是对于媒体来讲 了解这个任何政府的高层的权力斗争 利益斗争 这都是媒体所感兴趣的 你不要说中国政府 日本政府 美国政府 哪一个政府 法国政府 那西方的媒体 不整地都在报道吗 整地都在揭露吗 如果一个媒体 它能够有本事 拉到这样的内幕消息 但是这个媒体 非常了不起 所以它的东西 根本不重要 至于是谁给它的材料 这个不是一个关心的问题 关键是 这个是不是事实 对吧 而且现在的情况 跟估计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网络开始发展起来了 网络发展起来以后 加大了 放大了这个西方媒体 报道了这个 巨大的影响力 那年一向一听 一个纽约时报报道出来 还通过参论消息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的发言 还要时间 真的传播出去 那基本上 这一次这个纽约时报 是24号吧 大概25号 下午4点50多分 发出来的 那我们基本上 在5点10分 我们就发出了 第一条消息 我们是纽约时报 发出了一个炸弹 那么我们发的这个消息 马上就转播出去了 那这种情况 这已经是 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今天发生起来了 至于中共党内 是不是第一个媒体 这个是媒体 最希望的事情 最欢迎的事情 我们无限的欢迎 隔盘事例来 利用这个海外媒体 来互相揭露 因为只有政治家 互相争斗 只有政治家 互相咬 只有政治家 互相在爆料 对方的丑闻 我们的老百姓 在中国现在的 政治狂执之下 现在的政治审量之下 在能了解 中共内部 真正的群力生态 也只有这样 才会监督 中共的这个领导人 中国的本来 这个角色 应该是中国媒体 在办业的 就像美国一样的 美国的媒体 整体在监督 美国的政府 美国政府有任何丑闻 那一定会大量的报道 这个角色 纽约时报的报道 我作为一个中文的媒体 我感觉到非常的羞耻 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在后来 在文家宝的报道和揭露 在文家宝的并解 那我们就远远在报道的 内容的防复性上面 抖战性方面和追障方面 我们已经超过纽约时报了 好的 我们也超过了 西方的所有的这个媒体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媒体 应该扮演的角色 由西方媒体扮演了 我们也感谢西方政府 而西方的媒体 而不是这个 是华人这方面的动机 好的 谢谢何平先生的分析 那么现在呢 我们说 就是说呢 西方媒体有没有参与 中共高层 中共这个高层权力斗争这个问题呢 两位看来嘉宾呢 看法都是比较一致的 就是说 不能简单的这样去看 但是确实呢 就是温家宝巨额财产的这个曝光呢 有很多外界舆论是认为呢 是挺薄 就是挺薄气来的势力所为 由于温家宝呢 在倒薄气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所以现在呢 他们认为是中国的一些 极左的这个势力呢 有意向外国媒体透露的 曝光 味料 那么海涛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有没有左右中国两 这个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 在这个先说 这个左右之前呢 我们想 我想先引用一下 这个纽约时报曝光记者 这位张大卫先生 他自己说的 他说是这篇报道出来之后呢 有好多人质问他 你是不是说 之前就收到了 一千多页的爆料材料 然后就写出了这样的文章 那么张大卫说 如果真有人给我提供这么多材料 让我曝光的话 我还是巴不得呢 我就乐死了 我就自己不用去辛苦的去挖掘 去调查 有现成的材料 我只不过证实一下就行了 那意思就是说 他也没有收到这么多的 这个所谓的爆料材料 那么至于现在有到底有 哪家这个媒体收到了 哪家驻中国的重要的媒体收到了 我们现在几乎不可以 就是可以说是 没有什么重要的媒体 他自己说 他收到了这样的 那么至于这个 所谓这个 外国驻中国的各大媒体 都收到这种报道 其实在很早之前 就海外的中文媒体 他们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报道过这个所谓的新闻了 但实际上现在看来 我们到现在为止 就是并没有哪一家 就是比较重要的西方媒体 比方说美国的 比方欧洲的 英国的 德国的 日本的 或者澳大利亚 或者加拿大的 这些国家的媒体 没有就是说 哪个媒体就主动报道 包括美联社 什么法新社 什么路透社 没有一个自言 没有一个媒体说是 我们收到了这样的 也许他们收到了 也许我过路稿文 但是我现在就观察 没有一个媒体说 他在事前收到了这样的报道 那就是说看来 就是在西方媒体 只是比较客观的报道了这个事实 而没有直接参与 中国最高权力 这个内部的权力斗争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实施大家谈的讨论 就只能到这里了 我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也感谢海涛和和平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么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欢迎您利用我们的电子信箱 VOA新闻at gmail.com 也请您不要离开 继续收看稍后的VOA卫视